第541章温可书 领长 里面如何 横宇一走 众多人就围了上来 蓝小布进入大荒神角这么多天了 出来的时候依然精神异议 修为也没有变动 这让大家对蓝小布更是信心大增 蓝小布说道 大荒神角的确是有人放毒 我已找到毒源 并且将毒源封印了起来 不过因为有人长时间的放毒 大荒神角里面到处都有毒 现在你们还不能进去 我需要进去寻找办法 将大荒神角里面的毒全部去掉 具体多少时间我也不确定 大家等我的消息 对蓝小布的话 众人还是非常信任的 蓝小布进入大荒神角才一个月不到 不但没有中毒 还找到了毒源并且封印 可见他们这个领长的确是非同反向 蓝小布第二次进入大荒神角 他的想法是布置一个剧毒神阵 最好将这里面所有的因款之毒 全部聚在一起然后收走 在尝试了十多天时间后 蓝小布不得不放弃这个办法 他的神阵知识太过匮乏 一时间还无法布置出来这样的神阵 也许只能让大家全部进来修炼 中毒了再用他的办法化毒 只是这样一来 大荒神角是发展不起来的 他要将大荒神角变成大荒神庭的发源地 甚至想要在这里建立大荒神庭 就必须要将大荒神角发展起来 在蓝小布还在寻找办法的时候 他感应到宇宙为魔中那个元魂苏醒了过来 在他的宇宙为魔中 有大堆的神经 虽然他没有顶级神灵草 却用了物欲仙果给那个元魂滋养 物欲仙果虽是九级仙果 对滋润元魂非常有效果 看见这个元魂苏醒 蓝小布第一时间进入了宇宙为魔之中 你醒了 蓝小布期待地看着这个茫然 甚至有些惊慌失措的元魂 元魂不是元神 只有等元魂全了魂魄 才能慢慢凝炼出元神 不过元魂已经可以和蓝小布对话了 在蓝小布问话后 这元魂终于有了意识 但若的影子缓缓转过来看着蓝小布 这是哪里 你是谁 仅仅是意识传过来的讯息 不过蓝小布神念捕捉到了对方的意思 这传来的意识接连问了两个问题后 没有等蓝小布回答 就在此说道 你是他派来的人 谁 蓝小布不解地问道 你不是戴飞饶派来的人 元魂的意识有些疑惑 戴飞饶是那个将你用面缘天吟 浇灌起来的人吗 我不认识 我来到这个地方 看见你被面缘天吟毁了肉身 又被凝住了元魂 我心生测瘾这才救了你 当然 我也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你救了我 你不是戴飞饶的人 一直很是平静的元魂忽然颤抖起来 似乎随时都要溃散一般 蓝小布连忙说道 你赶紧稳住心神 否则你元魂溃散 我还真没有东西可以再救你了 谢谢 谢谢 元魂一连传了七八个谢谢的意识 这才渐渐地安稳下来 过了好一会后 他才缓慢地传来意识 我叫温可书 被困在这里多少年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若不是你来救我 也许下一刻我都要魂飞魄散 你的事情等会再说 我对你别的事情也不是特别关心 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了解阴款之毒吗 蓝小布连忙问道 阴款之毒 温可书传来的意识继续在颤抖着 阴款之毒环绕着他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原魂中还渗透着阴款之毒 他岂能不知道 我知道 虽然我很快就要因为阴款之毒死去 可我还是非常感激你 让我走得安静了一些 不用再受到煎熬 温可书说道 蓝小布这才想起 他虽然瘟养了温可书的原魂 却没有解去温可书原魂中融合的阴款之毒 阴款之毒借温可书的身体扩散到大荒神脚 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温可书岂能不中毒 你等会告诉我 我尝试一下能不能帮你驱毒 蓝小布说完根本就不等温可书说话 就开始运转功法吸收温可书原魂中融合的阴款之毒 他借助宇宙为魔构建出来的解毒方法 是需要通过周天运转 温可书没有经脉 无法借助这种方法驱毒 也只能他帮助了 等 温可书刚刚说了一个字 就感受到渗透在原魂深处的阴款之毒竟然开始被抽离 随着阴款之毒被抽离 他的意识越来越清晰 这是什么手段 温可书呆置住了 就算是曾经的默念烟炮也是无法如此剥离阴款之毒吧 对了 还有他的原魂被灭源天怡凝固住了那么多年 眼前这个人居然也可以将他的原魂救下来 这简直就是奇迹 温可书原魂被阴款之毒渗透 如果不懂方法的话 也许永远也无法将阴款之毒剥离开来 但知道办法 还是有效的办法 仅仅是一炷香时间 温可书的原魂就愈发凝食起来 又是一炷香过去 温可书的原魂彻底没有了阴款之毒的侵扰 你真的可以剥离阴款之毒 一时愈发清晰的温可书传来的话已不是感激了 情绪中多了一种希望 当然 我连凝固在面园天怡里面的阴魂都可以救出来 帮你解决阴款之毒算什么 蓝小布笑道 温可书肯定 蓝小布绝对不是寻常的修饰 否则的话根本就做不到这样 你想要问我什么 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必定会告诉你 温可书平静了自己的心情 他猜测自己很有可能是在对方的世界中 蓝小布说道 我叫蓝小布 这个地方是我的一个世界 因为你只是原魂存在 所以暂时也只能留在我的世界中 我救你的地方是大荒神角中 之所以能救你 是因为我即将在大荒神角定居 不行 你绝对不能留在大荒神角 温可书交集的声音传来 为什么 蓝小布不解的问道 随即又跟着说道 温道友 看样子你原魂恢复的不错 可以传出声音了 温可书似乎没有心情考虑自己原魂可以发生的事情 继续说道 因为戴飞饶随时都会回到这里来 一旦他来了 你必定会被他所害 对不起 也是我害了你 你救了我 你没有退路了 你说了两次戴飞饶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蓝小布疑惑问道 就是他将我用念缘天吟浇灌在这里看护阴款神草 他恨我已是恨到了骨子里面 温可书说道 他和你有大仇 或者是你做了什么得罪他的事情 蓝小布毫无顾忌的问道 温可书叹道 最开始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可他一定要说莫念烟大哥是被我勾引走了 然后要我付出代价 就将我用念缘天吟浇灌起来 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蓝小布明白过来 我大致知道了 这个戴飞饶喜欢莫念烟 他以为你也喜欢莫念烟 所以就这样对你 那你是不是喜欢莫念烟 温可书沉默下来 好一会才说道 我想应该算不上喜欢吧 莫大哥修为无双 为人豁达 人也非常好 大家都喜欢和莫大哥一起 也不是我一个人 戴飞饶应该很喜欢他吧 每次莫大哥有事 戴飞饶都是陪在身边的 后来有一天 莫大哥外出一直没有回来 我听人说是大荒神庭出事情了 经理正在为莫大哥着急的时候 戴飞饶来找到我 他说我是一个贱人 勾引莫大哥 然后就用面缘添移融了我的身体 凝住了我的圆魂 听温可书平静地 续说着过去的事情 来小步判断出这个温可书 就是白纸一般的女人 毫无心机 而且做事说话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说好听一点 是心里光风际月 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情商有些低 不管怎么说 那个戴飞饶是够歹毒的 按照念的说法 莫念烟也是中了阴款神草的毒这才消失的 可以猜到 莫念烟中毒和戴飞饶有关系 戴飞饶这些年都没有过来 并且用阴款之毒封进了大荒神角 也许有一丝留存大荒神角的意思 至于戴飞饶本人 很有可能去追莫念烟了 温道友 你倒是不用担心戴飞饶会过来 大荒神角不知道荒废多少年了 戴飞饶说不定早就死了 岂能回到这里来 我想要问你一下 你可知道如何将大荒神角的 阴款之毒全部剥离出来 蓝小布问道 戴飞饶不会回来了吗 温可书喃喃自语了一句 随即说道 你可以驱除阴款之毒 肯定对阴款之毒有一定的了解 你不如布置一个神阵 将阴款之毒全部聚拢到一个地方来 蓝小布无奈说道 我只是一个一级神阵师 根本就无法布置出来这种神阵 温可书答道 一级神阵足够了 我娘当初教我的时候 就说过这种神阵 听到温可书说起他娘 蓝小布心里一动 问道 温道友 你可听说过一个叫冷衣裳的女人 第542章参加考核 温可书茫然说道 没有听说过 他是谁 没什么 温道友 还想要请教如何布置这个吸收 阴款神草之毒的神阵 蓝小布没想到温可书和冷衣裳没有联系 他是看见温可书和冷衣裳有些像 这才随口问了一句 温可书嗡了一声 这个我会 只要你能布置出来一集神阵就可以 剧毒神阵的主阵心为砍航阵心 需要炼制六项阵旗 尽管温可书说的不是特别清楚 不过蓝小布理解能力很强 只是半个时辰 他就弄明白了这个剧毒神阵的布置方式 不仅如此 他也弄清楚了这个神阵的作用原理 这也让他的阵道前进了一点 十天后 蓝小布在大荒神矫正中心所在位置布置出来了一个剧毒神阵 蓝小布练化过阴款之毒 所以对阴款之毒非常敏感 在剧毒神阵启动后 蓝小布立即就可以感受到整个大荒神角的阴款之毒全部聚拢过来 很快就凝炼成为一滴滴的天蓝色液体 然后被收集到一个静置玉牌之中 好厉害啊 蓝小布按道这还是一级神阵 如果是等级更高的神阵 怕十分分钟就可以将整个大荒神角的阴款之毒全部剥离来吸收过来 坐在荒谷神器门中解毒的念乎的抬起头 他坐在这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岁月了 这些年来 他时刻都在对抗着阴款之毒 他甚至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里的阴款之毒时时刻刻在增加着 但在见过蓝小布后不久 他就感受到这里的阴款之毒没有继续增加了 这让他对蓝小布极为佩服 一个预神境修士 近来短短时间就止住了阴款之毒的增加 要知道就算是他 当初也只是大致确定阴款之毒的来源 根本无力阻止 可是今天 他是彻底被惊住了 因为他明显感知到周围空间的阴款之毒在减弱 而且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减弱 按照这种速度 最多两三年时间 这里的阴款之毒将彻底消失不见 真是厉害啊 已经可以了 我估计最多两到三年时间 大荒宇宙的阴款之毒就会全部清除掉 多谢你了 温道友 感受到阴款之毒开始被吸走 蓝小布欣喜不已 果然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 蓝大哥 虽然我该比你大很多 可我觉得你就像是我的大哥一样 应该是我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世上早已没有了我温可书 我想要请大哥帮我做一件事 从温可书的话语之中 蓝小布可以感受到他也非常开心 蓝小布大咧咧地说道 你说吧 只要我可以做到的 温可书欣喜说道 我出生在神界一个叫妒忌的神角 我想请蓝大哥如果有一天可以到妒忌神角 就将我留在那里 蓝小布一愣 随即就说道 你现在的状态 单独留在一个地方 怕是活不了几天 我知道 我想如果有轮回的话 我希望还能再度寄神角轮回 如果不能轮回的话 我看看我曾经出生的地方就心满意足了 温可书的声音变得很轻柔 甚至带着一种渴望和向往 似乎在回想着遥远的往事 温道友 也许我可以帮你寻找一下素身的宝物 蓝小布忍不住说道 谢谢 我觉得就留在妒忌已经非常好了 至于重塑肉身 就算了吧 温可书的话让蓝小布明白了他的意思 神界可以素身的宝物何等珍贵 不要说他和温可书之前素不相识 就算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也不会用这种宝物为温可书素肉身 更何况 他小小一个欲神境 哪里去弄这种明练肉身的顶级宝物 温可书心里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他不想将事实说出来而已 其实在蓝小布心里还真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他有塑造肉身的宝物 他还真不会舍不得早就直接给温可书了 九彩虚空连倒是可以塑造肉身 不过九彩虚空连是先灵物 只能塑造仙人以下层次的修饰肉身 修炼到了神人境界 九彩虚空连是无法起作用的 况且蓝小布身上连九彩虚空连也没有 那带飞饶将你害成这样 难道你一点也不想报仇 蓝小布想要让温可书有一些活下去的渴望 温可书叹了口气 我觉得他应该受到惩罚了吧 我感觉莫大哥应该不是特别喜欢他 而他喜欢别人却得不到 我想他活得一定很累 我何必和这样一个人去计较呢 蓝小布无法理解的看着温可书 这是阿Q胜利法吗 还是说温可书真的不在意带飞饶对他的伤害 无奈之下只好说道 那行吧 你先留在我的世界里面 如果有一天到了度计神角 我就叫你 多谢大哥 温可书连忙道谢 从宇宙围魔出来 蓝小布暗道 这真是一个随遇而安之人啊 领长 怎么样 当蓝小布第二次走出大荒神角的时候 一群人又围了上来 蓝小布说道 成功了 现在我布置了一个阵法再去读 最多两三年时间 大荒神角就可以居住 现在我将大荒神角的阵法合拢了 正好我们去参加归横神庭的考核 等考核结束 回来就可以进入神角定居修炼 大家放心 大荒神角里面的神灵气浓度绝对不会比 悲林中那个湖边弱 听到蓝小布的话 众人都是欣喜不已 在悲林短短数年就跨入了天神境 如果这里有差不多的神灵气 那他们晋级神军竟不再是梦想 蓝小布却拿出了22件下品神器说道 我在里面找到一些下品神器 大家每人挑选一件 这些下品神器中有攻击神器 有飞行神器 也有防御神器 事实上蓝小布每人给一件攻击神器 一件飞行神器也能给得起 他身上的下品神器足足上百件 除了下品神器 中品神器更多 但蓝小布很清楚一个道理 任何事情都没有不劳而获的 生米恩斗米仇 对修道者也是一样 因为大家马上要去参加考核 拿出神器也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实力 如果是已经在这里定居了 大家想要获得更好的法宝 那就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来的道 神器 领长 这都是神器 眼影激动的叫出声来 不仅仅是眼影 所有的人都是激动的围了上来 空间悬浮着20多件神器 每一件都是极为精致 别看这里有十多个天神镜强者 大家不要说神器了 就是身上的神经都没有几块 都是从最底层的穷苦修饰过来的 现在出现一堆神器 对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做梦都渴求的 颜影手急眼快 第一个抓走了一柄长刀 颜影动手了 其余的人没有谁落后 每个人都是冲向自己看中的法宝 莫小夕却是拿了一件飞行神器 让婉小布感慨的是 邱伦桥是最后一个拿的 她是在别人都拿走了满意的法宝后 这才拿了最后一件盾牌 蓝小布对邱伦桥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她到旅被蒙殴杀了 她一直隐忍到自己支柱了蒙殴 发出命令可以杀蒙殴的情况下 这才突然出手干掉了蒙殴 最说大家都是在一个团队中 蓝小布对庞不令 莫小夕的感情还是深一些 除了庞不令和莫小夕 她对邱伦桥的信任也要略胜过其余的人 见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满意的法宝 蓝小布随手寄出一件下品神器飞船 大家上船吧 这飞船中有将近50个房间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们现在就去玉衡神道城 领长 我们不坐船送阵吗 时宜问道 坐船送阵的话 会更快 不过蓝小布不打算做船送阵 她上次用神经做船送阵都有些后悔了 或者说她更后悔没有从米伦的介质中 拿走一些神经 她的神经也是上品神经 那等级明显要高于寻常的上品神经 有些人看见的话 说不定会追踪她 查询这些神经的来历 其次每次都拿出一堆上品神经 让大家做船送阵 这会让她的团队觉得理所当然 大家又不是给她卖命 只是组队而已 不用 这样可以节约神经 再说我们时间多得很 蓝小布随口答道 她宇宙为魔之中 虽没有什么极品飞行神器 上品飞行神器还是有几件的 不坐船送阵和选择下品飞行神器 都是不想太高调 有下品飞行神器虽说也有些显眼 却也不至于被强者盯上 飞船冲出大荒神脚 除了蓝小布在控制飞船外 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自己的房间进去修炼 下品飞行神器没有轮回锅的速度 却比几品飞行仙器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蓝小布估计 以他们现在的速度 到御恒神道城最多不会超过两个月时间 蓝小布身上也有许多神经 他并没有修炼 一两个月时间修炼 对他来说效果不大 他在研究念给他的那个疲倦 这是一本炼制服录的法卷 第543章丰厚奖励 批卷没有名字 显然是某一个人手输的 蓝小布猜测这个人应该不是念 如果是念的话 他会直接告诉自己这是他写的 服录蓝小布也会炼制 不过他炼制的服录只是停留在三级先服而已 这还是当初蓝小布为了炼制正起有意去学的 念给的疲倦中介绍服录炼制方法和他之前学的完全不同 蓝小布正想拿出材料 按照这上面介绍的手段尝试练制几张服时 突然有人叫他领长 我可以来和你聊几句吗 说话的人是柳志 也是天神镜初期 在20多人的领中并不显山显水 算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天神镜 柳志啊 当然可以 来吧做做 蓝小布热情的一招手 柳志几步走到蓝小布面前 他没有先说话 而是先打了一个隔音尽致 这才说道 领长 我对你是非常钦佩的 我也从心底感激领长能带我跨入天神之境 否则我估计我柳志这一辈子也只能停留在预神后期 我之所以愿意跟随领长一路过来 不仅仅是因为将来可以去悲灵修炼 更是因为非常钦佩领长你的为人 蓝小布笑了笑 大家都在一个领 将来就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没有必要太见外 是 柳志减短的阴了一声后说道 领长 你如何看邱伦桥此人 蓝小布略加思索就说道 邱伦桥为人不喜多话 很重感情 不仅如此 他还会为别人考虑 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兄弟 蓝小布的话没有夸大其词 邱伦桥给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道理于侠被蒙翁所杀 他如此仇恨之下 竟然没有先一刀将其杀了 而是等自己发令后再杀 可见他这是考虑到他一刀杀了蒙翁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蓝小布觉得这种人最值得合作 如果当时邱伦桥先杀了蒙翁 虽然有足够的理由 也不会让蓝小布太看重 重情是优点 有理智更是优点 柳志沉默了一会后说道 领长 其实最后你对道军说离开百离军的时候 我只是打算借助这个功劳顺便和领长一起离开百离军 然后就和领长告辞的 不过领长在万空虚干脆果断的做法 让我坚定了和领长一起走的想法 后来证明我没有错 领长获得了一脚脚主的位置 蓝小布没有接话 他肯定柳志今天来这里有话要说 不是为了说这些好听的 果然柳志接着就说道 既然在这个领和大家在一起 有些话我必须要和领长说一下 还请领长不要怪我唐突 蓝小布微微一笑 我们领的二十多人都是兄弟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藏着掖着反而是会让大家隔阂 好 柳志因了一声说道 我认识于霞 其实他的来历很不一般 他是离鸾神廷于家神堡的人 正因为出身不低 所以才敢在那的时候笑出声来 我想哪怕成了一个散修很长时间 他还没有将自己的身份转换过来吧 你的意思是于家神堡会为于霞报仇 然后迁怒我们 蓝小布疑惑地问道 蒙翁被他杀了 于家神堡说不定会找到他这个领长 哪怕当时他并不是领长 不过很多修仙家族就是如此不讲道理 或者他们觉得 比他们拳头小的都是没有道理的 这种人蓝小布见得多了 也不稀奇 柳志摇头 不是 于霞本来就是弃子 于家神堡帮于霞内定了道理 结果于霞反对 并且仗着身份带人教训了他的那个内定道理 于家神堡一怒之下 将于霞赶出了于家 我了解于霞 我肯定邱伦桥并不是于霞的道理 因为于霞不可能看中邱伦桥 在于霞眼里 邱伦桥说不定给他提鞋都不配 蓝小布微微皱眉 柳志 你这判断偏了一点吧 于霞被赶出去 在外流浪 也许改变了性格呢 再说 据我所知 于霞和邱伦桥也是同时参加 言心神庭修士君报名的 柳志说道 他如果改变了性格 就不会在那种场合笑出声来 我之所以知道的如此清楚 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就是于家神堡的护卫 至于于霞和邱伦桥一起报名 也许他们只是组队而已 这或者才是邱伦桥敢说于霞是他道理的原因 因为于霞心气很高 别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 以于霞的心机 邱伦桥想要旁敲出他的来历 应该很简单 蓝小布沉默下来 他并不觉得柳志是在胡说八道 这些话柳志本来不想说的 只是因为想要继续留在大荒神角 这才来这里告诉他这些 那既然如此 邱伦桥的目的是什么 柳志继续说道 在领长进入大荒神角寻找原因的时候 我们领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洞府闭关中 我因为最开始就关注了邱伦桥 所以一直在注意着他 他前后一共接近了大荒神角户阵阵门七次 不过每次都是因为某种原因 没有踏入大荒神角之中 蓝小布心里暗道 大荒神角里面有毒 他已经叮嘱过 大家不要靠近 按照柳志话的意思 那所有的人都没有靠近 都很是信任他 只有邱伦桥一个人尝试了数次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领长在大荒神角寻找原因的时候 邱伦桥有意接近莫小夕 并且很受莫小夕的信任 柳志说完后站了起来 他要说的话已全部说了 接下来怎么做是蓝小布的事情 蓝小布拍了拍柳志 多谢你的细心 你回去修炼吧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柳志离开后 蓝小布在想着邱伦桥取得 他信任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邱伦桥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二十多人的队伍中 竟然有人熟悉于霞吧 玉恒神道城 这是归恒神庭的道城 所以也是整个归恒神庭最繁华 神灵器也是最为浓郁的一个神城 蓝小布的下品神器 飞船没有用两个月 只是一个多月就停在了 玉恒神道城外面的大广场上 蓝小布等人从飞船下来后 玉恒神道城外面广场上已是热闹非凡 各种各样的摊位沿着广场周围摆放了一圈 就好像一个临时大方式 在广场边缘还树立着众多的阵法显示屏 这些显示屏除了律法广告之外 就是求购信息 最大的一个阵法显示屏上写的是 关于这次归恒神庭考核的规矩和方式 蓝小布本来打算仔细看看这个考核的内容 不过他却发现了一个通缉显示屏 通缉令是大冤神们发出来的 通缉的人蓝小布认识 那独特的赤眼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独座 但蓝小布心里非常清楚 这通缉的其实就是他 当初他一行程独座拿下丸涛 然后又一行程丸涛进入大冤神门 拿走轮回盘还救了莫小溪 之后他并没有杀丸涛 反而是将丸涛丢在了一个距离大冤神门非常远的地方 很显然大冤神门本事不小 他们不但找到了丸涛 还开始通缉蓝小布一行的独座 之前蓝小布想的只是嫁祸给独座 现在看见这个通缉令的时候 蓝小布就知道自己做的有些过了 丸涛既然是别人易容的 那独座也有可能是别人易容的 如果独座一直留在仙界 倒也没有什么 一旦等独座来到神界 那他很有可能变成下一个通缉对象 别人不认识他蓝小布 独座认识啊 好在他现在也是归横神庭的脚肠 大冤神门在牛也没有办法公开来抓他 领长 这考核有丰厚的奖励 我也想报个名 甄赋颖上前来搓搓手说道 蓝小布也看见了 这次归横神庭的考核 除了获得成主 脚肠之外 奖赏还真的很丰厚 这次考核理论上 什么人都可以参加 但基本上都是天神镜 或者是玉神镜参加 叫话 如果你是一个神军 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工作 你还需要来竞争一个脚肠或者是城主 能放出来竞争城主的神城 显然不会太好 都是偏脚嘎拉 要不就是神灵气薄弱的地方 你以为好的神城城主 会通过考核的方式选拔出来 考核第一名可以在预定的六城中选择任何一个成为城主 也可以在13个神脚中选择任意一个担任脚肠 不仅如此 第一名还可以选择一个永久城主或者是永久脚肠 也就是说只要你选择了这个城主或者脚肠的位置 无论是谁来 只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你就可以不让出这个位置 后面的以此类推 别人选择走的 你再选择 除此之外 第一到第十名奖励十万到一万上品神经不等 第一名还奖赏一枚苦君神丹 这是让几乎所有天神镜修饰都眼红的奖赏 苦君神丹 可以是让天神圆满有机会跨入神军境的丹药 前三名奖励中品神器一件 第四名到第十名奖励下品神器一件 第十名到第二十名 各奖励一门神通 上品神经一千 第二十名到第五十名 奖励上品神经五百枚 零零碎碎的奖励一大堆 从第一名一直到第五十名都有 难怪真敷影看得眼红 第五百四十四章九页度九花 蓝小布看见大家都是跃跃欲试的样子 索性说道考核还有几个月时间 现在报名也来得及 既然如此 那想去参加考核的 就先去报名 归横神庭这次考核动静弄得非常大 报名处就在广场上 任何人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参加报名 那我也去碰碰运气 庞不令黑黑一笑 不仅仅是庞不令 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去报名 除了莫小夕和邱伦桥 莫小夕不想去报名 蓝小布还可以理解 但是邱伦桥没有去报名 出乎了蓝小布的预料之外 邱伦桥 你怎么不去报名 蓝小布疑惑的问了一句 邱伦桥摸了摸头 我估计就算是参加 也没有机会获得奖励 还不如陪在领长身边 尽管邱伦桥没有明确说出来 陪在蓝小布身边的意思 不过大家都看出来了 蓝小布修为最低 只有御神镜 现在所有的天神镜都要去参加考核 蓝小布身边也需要有一个天神镜修饰 陪着才安全 蓝小布笑了笑 我的实力你也应该知道一些 而且这里是归横神庭的道庭所在 我相信还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 大家各自去报名吧 然后准备一些参加考核的东西 我也去寻找住处 等我找到住处后 我再给大家分一些神经购买东西 本来蓝小布是打算直接拿出一些上品神经的 这里20多个人都是信任他 才和他一起来到大荒神角 如果大家参加考核 一点东西都没有准备的话 说不定会丢掉小命 既然神经已经流出去过 索性不要去想了 不过蓝小布很快就再次打消了念头 他身上的上品神经可不少 说不定以后他会用来购买一些东西 这种神经一旦流出去 别人很容易就盯上他了 所以他打算去神城里面卖出一些东西 既然如此 那我也去试试看 秋伦桥听到蓝小布都如此说了 也没有再坚持 一行人分开 蓝小布带着墨小西进入玉恒神道城 别的人直接去报名 顺便看看外面的地摊上 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玉恒神道城的确是繁华 加上归恒神庭即将迎来考核 这里来的修士更是多 蓝小布看见大多数修士都是玉神境和天神境 天神境都比较少 至于天神之上的修士 偶尔可以看见几个神军强者 蓝小布也是感叹 神界的确是没落了 这样一个大的圣会 居然没有几个像样的强者 也是啊 连天神境修士都没有几块神经 可见神界的修炼资源有多匮乏 这也难怪一枚苦君神单 可以引起所有天神境修士的疯狂 尽管来的人很多 归恒神庭还是很大气 进入玉恒神道城 根本就不需要缴纳任何入城费用 唯一的一点就是不准在街道停留时间太长 这也是担心部分修士找不到住处 索性就在街道上过夜 对修士来说 在街道上过夜那实在是太简单 小布大哥 我们去找住的地方吗 跟随在蓝小布身边的莫小夕问道 蓝小布摇头 不 我们要先去换取一些神经 我身上没有神经 没有神经自然就无法找到住处 对了 你觉得这次考核 谁有机会获得名次 蓝小布很想询问一下邱伦桥的事情 不过他很清楚 他询问邱伦桥的任何问题 很有可能会被莫小夕告诉邱伦桥 你没有火系灵根 走吧 前面后一家神灵草阁 我进去看看 莫小夕的话让蓝小布心里更是多了一些疑点 邱伦桥是天神经修士 哪怕在散修 应该也知道没有火属性灵根和一朵好的火焰 也难修炼火系神通报 蓝小布身上没有多少神灵草 不过他有很多仙灵草 神界哪怕资源在枯寂 寻常的仙灵草也无法在神界卖出多少神经 但有一种神灵草例外 那就是九夜度神花 九夜度神花传闻是仙界最顶级的仙灵草 不过顶级到什么程度 没有人知道 仙界几乎都没有九夜度神花 蓝小布得到九夜度神花是在虚空谷中获得的 无语仙界凝聚起来的时候 这种虚空谷芡很难说 本就是仙界的存在 无语仙界可是和部分混沌界与融合在一起了 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得到混沌铁木 更重要的是 九夜度神花不是叫九夜度仙花 而且九转度神单对神魂是海的治疗 不分人的修为高低 效果全部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无论仙人 神人还是寻常人 服用九转度神单效果都一样 所以蓝小布感觉这东西在神界应该也是不简单的存在 这家神灵草阁教育新神草阁 招牌写的是出售各种神灵草 同时收购各种神灵草 两位道有需要什么 蓝小布和墨小西一进入店铺 一名伙计就热情的赢了上来 别看玉衡神道成最近热闹非凡 实际上神灵草阁还真没有多少人来 大家就算是要购买东西 也都是去单格 至于出售神灵草 呵呵 神界修炼资源匮乏 哪里去弄神灵草 大多数神灵草 都是大宗门自己培育的 野生的要有的话 早就被人采摘光了 再说了 就算是要出售神灵草 人家单格也一样收 蓝小布说道 我有一株神灵草想要出售 不知道价格如何 是什么神灵草 火际欲发热情了 野生的神灵草 可比自己培育的神灵草更有价值 蓝小布一看就不可能自己培育神灵草 拿来出售的必定是野生神灵草 就是这个 蓝小布说着拿出了一个玉盒 玉盒打开 里面赫然是一朵 看起来依然很鲜艳的九叶度神花 一花九叶 花成紫色 叶为青色 看起来极为漂亮 九叶度九花 火器看见这神灵草后 惊叫出声 随即就要伸手去抓蓝小布的玉盒 蓝小布毫不犹豫的将玉盒收了回来 合拢 他从这伙计的眼神和语气中看出来了 在这九叶度神花非常的不简单 唉 太可惜了 伙计痛心的一拍面前的暗戟 语气中充满了可惜 什么意思 蓝小布不解的问道 伙计指着蓝小布手中的玉盒说道 这九叶度九花是最好的神魂 原神恢复神灵草 可惜你采摘的时候还没有成熟啊 成熟的九叶度九花是九片叶子九朵花 而你这朱只开了一朵花就采摘了 不是可惜是什么 原来如此 蓝小布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神灵草在仙界叫九叶度神花了 就算是知道一花九叶是不成熟的九叶度九花 它也会采摘 总不能等到成熟后再去采摘吧 那要等多久时间 到时候还是不是它的 其实九叶度九花第一朵花开了后 后面的花开起来非常快 你最多只要等几个月甚至不到几个月 就可以全部开了 你真是太急了 伙计一副为蓝小布着想的样子 蓝小布笑了笑 这么说你这边不收这种没有成熟的九叶度九花吗 伙计一摆手 不 我们这边任何神灵草都收 这九叶度九花是没有成熟 不过已经有一朵花了 我们一样要 这样吧 我给你十块上品神经 如何 蓝小布摇摇头 收起了手中的九叶度九花 算了 我去别家看看 见蓝小布要走 伙计急忙说道 这位道友 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你觉得多少神经你才会出售 我本来还想卖个十来万上品神经的 看样子我想太多了 居然没有成熟 蓝小布叹了口气 这不可能 就算是成熟的九叶度九花怕也只能卖这点神经 伙计立即就摇头 蓝小布点点头 是啊 毕竟是没有成熟的 他感觉到自己刚才狮子大开口似乎并不过分 而且他肯定真正的九叶度九花不止十万上品神经 见蓝小布还是要走出店铺 伙计急忙在说道 这位朋友 要不我让我们隔主来和你聊聊价格如何 蓝小布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点点头既然如此 那就快点请你们隔主来吧 这次伙计倒是非常快的发了一道讯息 蓝小布只是等了紧紧半注箱时间不到 一名成熟风润的女修就跨入了店铺中 随着这女修进来的是一道淡淡的清香气息 这位道友我们的阁主来了 看见这女修进来 伙计赶紧对蓝小布说道 女修的目光落在蓝小布身上 展颜笑道 这位小哥可是你有一株没有成熟的九叶度九花 对了 我叫香香 蓝小布站了起来一抱拳说道 见过香香阁主 我的确是有一株没有成熟的九叶度九花 第545章面盘圣果 可以给我看看吗 香香阁主清脆的说道 声音似乎有一种魔力 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要将东西拿给他 当然可以 蓝小布将玉盒打开 同样没有递到香香阁主的手中 虽然他是归横神庭的一个脚长 也可以录下监控水晶球 不过蓝小布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和别人弄这些 要就要 不要就算 看样子你是不放心 已经将东西放在我手上了 香香阁主看着蓝小布笑了笑 脸上没有半点不愉快的表情 不等蓝小布回答 香香阁主就主动说道 也不用递到我手中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拿出来的确是九叶度九花 可惜的是只开了一朵花 这样吧 我给你一些上品神经 如何 一朵花的九叶度九花算是虽然不算废品 却也相差不了多远 不过我的电格还真没有收过 这种神灵草 我很好奇 蓝小布收起玉盒 平静说道 最低价格五万上品神经 要的话就拿去 不要的话我要走了 香香阁主呵呵一笑 你修为不高 胃口倒是很大 这次蓝小布根本就懒得废话 带着墨小西转身就走 他胃口大是他自己的东西 也没有问别人要东西 更没有强迫对方出五万上品神经 而且蓝小布从那伙计的表情和香香阁主来这么快就判断出来了 这一株九夜度九花十万上品神经绝对不会高 他之所以没有要十万上品神经 就是担心被这个香香阁主奠记上 有个性 看在你有一个世界神的师父份上 你的东西我收了 就五万上品神经 这是神经 你先看一下觉得树木没错就收起来 香香阁主叫住了蓝小布 说完 主动拿出一个储物袋丢给蓝小布 蓝小布神涅落在储物袋上 的确是五万上品神经 蓝小布收起神经 将玉盒打开后才丢给香香阁主 香香阁主收起玉盒 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 神经我已经给你了 你的九夜度九花泥 蓝小布经都不经 他甚至连话都没有说 只是冷冷地盯着香香阁主 对方修为很模糊 不是天神圆满 就是神君境界 不过就算是神君境界 想要黑了他的九夜度九花 也是别想 至于世界神的师父 他提都没有提过这件事 再显然是对方的借口 剑蓝小布什么都不说 香香阁主叹道 你既然没有九夜度九花 那就将我的神经还给我吧 如果你不给的话 我也不会对你动手 不是因为你说有一个世界神的师父 而是在考核期间 我不会破坏玉衡神道成的规矩 我会常报纸法司 执法司的人对你动手 该属于我的神经 你会印没不少的交到我手上 九夜度九花我刚才给你了 而且你也收了起来 蓝小布淡淡说道 香香阁主哥哥一笑 看你开个玩笑都不成 明晚玉衡神道成的神心阁举办拍卖会 里面可是有很多好东西哦 晋级天神的神丹更是寻常之物 蓝小布就好像没有听到香香阁主的话一般 依然问道 香香阁主 我想要问你一下 刚才我有没有将九夜度九花给你 哥哥 给了 行了吧 说了和你开玩笑的 香香阁主又是哥哥一笑 蓝小布点点头 给了我就放心了 我就担心你到执法司面前说我没有给 说完 蓝小布带着墨小西迅速的跨出这个店铺远去 呵呵 看着蓝小布跨出店门的背影 香香阁主呵呵笑了一声 阁主 便宜他了 伙计很是不舒服的说了一句 香香阁主笑了笑 转身上楼 九夜度九花可是了不起的东西 哪怕只开了一朵花 也绝对是难求的宝物 他想要弄明白 这个小蝼蚁到底是从哪里弄到九夜度九花的 小布大哥 我总觉得那个香香阁主不是一个好人 离开神灵草阁后 墨小西忍不住说道 蓝小布赞同的说道 小西 你进步很大 学会看人了 那个女人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走吧 我们去找地方住 玉衡神道城住的地方很多 不过现在想要找到地方住还真难 蓝小布带着墨小西转优了半天时间 这才在一家非常普通的西楼找到了住处 七楼名叫寻阳神军楼 蓝小布估摸着这西楼的主人是一个神军强者 寻阳神军楼一共还有13个空房间 这13个房间全部被蓝小布包下来了 每个房间一个月都需要100上品神经 若是在平时 一个房间一个月最多10上品神经 考核期间直接涨了10倍 蓝小布大概需要住三个月时间 付出了数千上品神经 蓝小布是领长 一个人一个房间 其余的人 每两个人一个房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 蓝小布就是将香香格主那里得到的神经全部拿了出来 然后借助宇宙维摩构建维摩 正如蓝小布预料的一样 这些神经部分有神念印记 很显然 那香香格主没有就此罢休 之所以没有在电格动手 估计是还不知道蓝小布的来历 宇宙维摩很快就构建了维摩 蓝小布将部分有印记的神经印记去掉 留下带有印记的神经依然释放在储物带中 五万神经对一个神君来说 也是一大笔修炼资源了 蓝小布还真不在意 他有神源店 随时都可以收集神经 他去掉部分有印记的神经 是准备给吴宇领成员的 半天后 得到消息的吴宇领所有人都来到了寻扬神君楼 此时所有的人都报名参加了考核 有些人甚至出去转悠了一圈 看中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奈何就是没有神经购买 蓝小布取出一些储物带说到 大家每人一个 即将参加考核 可以用这些神经购买一些自己极需要的东西 眼影又是第一个抓起一个储物带 随即就是激动地叫道 两千上品神经 蓝小布点点头 是的 这是我在悲离神域中修炼时候得到的 就是那个湖中的 我进入过那个湖 找到了这些神经 哎呀 我都没有想起来去湖里看看 颈子举一拍大腿 很是懊恼的说道 不但颈子举懊恼 很多人都是一样懊恼 莫小夕却记下来了 这些神经是他看见蓝小布用酒夜度酒花交换来的 不过小布大哥说是从碑林弄到的 那他就一定要帮小布大哥保密 蓝小布拍拍手 房间订好了 一共还有12个房间 大家自己去分配吧 等分配好房间 记得外出购买一些必须的东西 这次考核应该不是那么安全 如果陨落在考核之中 那就太亏了 这也是蓝小布要给大家神经的主要原因 好不容易一起来到大荒神角 即将安稳下来 结果却陨落在考核之中 那也太冤了点 一群人都很是满意的离开了蓝小布的房间 只有庞不令留了下来 领长 你知道后天在玉恒神道城有一个拍卖会吧 庞不令压低声音问道 蓝小布点点头 知道 怎么了 这种拍卖会都是妇人的地盘 和我们毫无关系 庞不令黑黑一笑 我知道 但这个拍卖会可真的是有好东西啊 我听说有一枚念盘圣果出售 还有一件后天灵宝 甚至有道果和半极品神器 念盘圣果是什么东西 蓝小布疑惑地问道 庞不令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 只是说这种东西可以让人轮回 就算是有一丝魂魄 也可以肉身重名 可以重新凝练肉身 蓝小布听到这个立即就决定要参加这次拍卖会 他要帮温可叔凝练肉身 尽管他没有当着温可叔的面承诺 不过心里已决定要这样做了 不令 我可警告你啊 你身上就算是有些神经 也不可以去参加这种拍卖会 蓝小布叮嘱道 庞不令黑黑一笑 我知道 我身上才几个神经 我只是和你说一下 如果你要去的话 一定要叫上我 我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准备 不要陨落在考核场上 蓝小布一拍庞不令的肩膀 等庞不令走后 蓝小布就开始准备去拍卖会的事情 拍卖会一定要去 还不能带香香阁主给的神经 香香阁主给的神经 他用储物袋装着放在了自己的房间中 不仅如此 他还在房间中布置了各种触发神阵 香香阁主就算是来这个地方查探 也不会轻易惊动他的触发神阵 更不可能强行打破他的防御神阵 将房间布置好了后 蓝小布随便一行了一个人的模样 然后离开了新楼 拍卖会很好打听 因为这次拍卖会好东西多多 整个玉衡神道城都在传着拍卖会的事情 拍卖会是神心阁联合七大商家一起举办的 拍卖地点就在神心阁 蓝小布很想购买一张包厢票 等他到了购票处询问的时候 不要说包厢票 就是前排比较好的位置都卖完了 蓝小布只能购买到一张第三百排的票 十枚上品神经一张 第五百四十六章小切割神通 买到拍卖会票后 蓝小布没有回西楼 他离开了玉衡神道城 江湘阁主想要调查他的话 那很快就会知道他住在寻阳神军楼 他回到寻阳神军楼 无论一行程谁 怕是都难逃对方的眼线 在归衡神庭考核期间 虽然玉衡神道城不允许街道过夜 但在玉衡神道城外面的广场上 过夜的人多得很 有神经的话 还可以找一个临时西楼住一晚上 蓝小布就找了一个西楼 第二天在拍卖会即将开始的时候 他就一融成了扎鱼的样子 进入了玉衡神道城 良节发生后 扎鱼消失不见 蓝小布肯定这个扎扎不会那么容易死 不过扎扎也没那么容易到神界 他现在一形成扎扎 也是想看看扎扎到底是什么变得 具体来历 蓝小布很清楚 只要他竟拍了涅槃圣果 很快就会被人注意 神星阁拍卖场外面人满为患 很多人都拿着一些拍卖会即将拍卖物品的小册子出售 一枚下品神经一本 蓝小布对这个没有任何兴趣 他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涅槃圣果 进入拍卖会场 蓝小布坐到了自己的位置 30078号 这是第三百排的第78个座位 座位没有进制 不过允许自己打进制 蓝小布给自己座位打了一个九级先进 只要是在这拍卖会中 哪怕你打一个最低级的一级阵法 也不会有人去强行窥探 一旦强行破开别人的进制 等于公然挑衅拍卖会的公正性和权威 拍卖方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之所以不打神进 是因为蓝小布很清楚 神证师极为稀少 就算是一级神证师 也是少之又少 蓝小布猜测香香公主 这个女人会来到这里 这个女人如果来这里的话 应该是在包厢区 蓝小布的座位正好可以看见 二楼包厢处的一个入口 拍卖会还没有开始 蓝小布索性在看着 他想要看看香香阁主 会不会从这里进来 包厢区有两个入口 所以他可以看见香香阁主的机会是五成 大约半住香后 蓝小布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引走向包厢区 看见这个人 蓝小布赶紧收回了神念 他真没有想到 丹廷会出现在这个拍卖会场 丹廷可是阎兴神廷的道君啊 既然丹廷出现在这里 那是不是说别的道君也会出现在这里 尽管自己离开阎兴神廷是合法合规的 不过一个道君如果真要找他麻烦的话 还是很头痛 蓝小布决定拍卖会后 他就躲进西楼里面不出来 单听就算是留在玉恒神道成 也不会时间太久 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一名俏丽的女子走到了拍卖台上 一束柔和的灯光立即就将这俏丽女子照住 这个时候又有两名修士走到了拍卖台的左右两侧站定 这两人身上气吸魂后道运流转 在蓝小布看来 这两人每一个修为都不会比君乌弱 拍卖会常自动安静下来 所有的人都清楚 拍卖会即将开始了 教理女子对整个拍卖大厅鞠了一个宫 用清脆的声音说道 我叫蓝月儿 是神星格外市长老 本次拍卖会由我来主持 虽然本次拍卖会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而归 不过本次拍卖将努力的做到公平公正 让所有参与竞拍的人都有收获 无论是获得了宝物 还是获得了见识 这一通废话 没有人在意 这个拍卖会场来了多少人 每个人都有收获 简直就是放屁 蓝小布看着蓝月儿 心说居然合自己一个性 蓝月儿继续说道 因为本次拍卖出现了一些神界最顶级的宝物 所以本次拍卖会比之前的拍卖会更加严格一些 虽然大家都清楚 我还是再说一遍 第一不得干涉拍卖 否则杀 第二不得虚报价格 否则杀 第三拍卖期间不得离开座位 否则杀 听到七八个杀字 蓝小布心里暗道 这绝对是他见过最狠辣的一家拍卖会 他还从未见有如此狠辣和强势的拍卖会 七八个杀字表明了拍卖会的后台有多大 这也让蓝小布有些疑惑 不是说归横神庭的道君异地书网销为人极恶如仇吗 怎么会允许这种拍卖商会出现在道成 如果在他的地盘 有这种嚣张的拍卖会 他不等着拍卖会杀别人 先将这拍卖会给拍杀了 离开座位也要杀 这显然是拍卖结束之前不允许离开拍卖会了 这个规定让蓝小布非常难受 说了一大堆后 蓝月儿终于步入正题 他伸手在虚空中抓来一个疲倦说道 现在拍卖会开始 第一件要拍出的物品是天刚三十六神通中的一门神通 武行大盾 蓝小布按道 这出手就是大手笔啊 武行大盾他会 因为他有宇宙为魔 所以真正的天刚三十六变神通也在他的身上 果然武行大盾一说出来 整个拍卖会场就传出一阵阵议论声 这种宝物 估计没有人会不想要吧 蓝月儿继续说道 只是这门武行大盾有些残破 上面记载了两种盾术 其一为水盾术 其二为火盾 很多人想要武行大盾的修饰都有些失望 武行大盾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土盾才是 事实上蓝小布更清楚 武行大盾缺少任何一行盾术 威力都会下跌几个层次 这门残破的武行大盾底价为五万上品神经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五千上品神经 现在开始竞价 蓝小布修炼过武行大盾 他很清楚 这个价格对武行大盾来说不是高 而是低的离谱了 哪怕是残破的武行大盾神通 应该也不止这个价格 果然蓝月儿的价格一说出来 拍卖大厅上空的竞价 平价格就飞速的跳动着 只是短短时间 这价格就上升到了二十五万上品神经 看到这个价格 蓝小布暗叹 之前他以为自己身上五十万上品神经够多的了 现在才知道 哪怕神界修炼资源匮乏 有钱的人依然是有钱 他这五十万上品神经不是多 而是少的可怜 到了二十五万上品神经后 价格上涨就慢慢了下来了 但依然在持续上升着 最后这武行大盾被人用三十七万五千上品神经购买走 原有出乎大家的预料 购走这武行大盾的人是包厢中的 残破的武行大盾就拍出了三十七万五千上品神经 这显然让蓝月儿非常满意 他笑容愈发灿烂 恭喜刚才这位道友购买走了武行大盾 接下来我们要参加竞拍的依然是一门神通 很遗憾的是这门神通也是一门残破神通 但这门神通的来历非同一般 传闻是创造出第二道点的罗侯老祖所留下来的 听到罗侯老祖和第二道点 蓝小布精神一震 他也很想知道 罗侯老祖除了创造第二道点之外 还留下了什么厉害的东西 蓝月儿身手在虚空再次抓出一件东西 这次是一件龟壳状东西 将这个龟壳举起 蓝月儿提高了声音 这就是小切割神通 传闻小切割神通是罗侯老祖从大且圣人那里学来的 大且圣人的当家神通就是大切割神通 大切割神通传闻是可以切割浩瀚一切 就算是神界 一道切割神通也可以分裂为无数片 当然小切割术没有这么厉害 所以大家也买得起 小切割术底价是一万上品神经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上品神经 报价平上一时间没有人报价 可见尽管蓝月儿说得很动听 小切割术吸引力还真不大 况且这是小切割术就罢了 你还弄个残破的小切割术 谁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一个残破的小切割术 能不能学会还不一定 两久之后 报价平上出现了一个价格 一万一千上品神经 这是蓝小布报的价格 残破的小切割术没有关系 他购买回来后可以让宇宙为魔完善 这种大神通蓝小布也听说过 只要传给第二个人就变成小神通了 就好像罗侯老祖从大且圣人那里学会了 切割术神通后 就变成了小切割术 不过蓝小布不在意 他有宇宙为魔 只要宇宙为魔的等级不比大切割术低的话 他就可以完全还原小切割术 若是宇宙为魔的等级高于大切割术 那他说不定有可能还原出来真正的大切割术 这种顶级的大神通 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安稳一些 蓝小布以为没有人报价 他一万一千上品神经就可以拿下来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人就好像故意试探一般 在一万一千上品神经报出来后 价格变化立即就快了起来 短短时间就从一万一千上品神经上升到了一万九千上品神经 而且蓝小布还没有参与其中 这是欺负我神经不多吗 蓝小布毫不犹豫的在报价板上写了一个三万上品神经 此刻小切割术的最高报价也不过是两万上品神经 蓝小布直接报出了三万上品神经 让别的报价者都停止了报价 一门残破的小切割术 还无法值这么多上品神经 蓝月儿却是大喜道 现在小切割术的价格已上升到了三万上品神经 还有没有比三万上品神经更高的价格 第547章被看成死人了 三万上品神经一次性加价一万上品神经 仅仅是为了购买一个残破的小切割神通 这有病吧 还是神经多的没有地方花了 或者是要炫耀一下自己的富有 报价平没有人在报价 这个价格远远超出了神通本身的价格 如果没有宇宙为魔 蓝小布也不会报三万上品神经 残破的小切割神通 他也看不上 就在蓝月儿要报刺的时候 报价平上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价格 三万一千上品神经 蓝小布看见这个价格 毫不犹豫地将价格提升到五万上品神经 竞拍的时候 犹犹豫豫反而是不断提升想要物品的价格 然后将机会让给别人 蓝小布都有些后悔 上一次他就不应该报三万 而是直接报五万的价格 果然这个价格出来 报价平上的价格再也没有动过 不过片刻之后一道神念却肆无忌惮地扫到了蓝小布这边 蓝小布心里一沉 他很清楚 竟拍价格大平上的价格是不记名方式报出来的 也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最高的那个价格是谁报的 对方可以知道是他这个位置的报价 肯定是拍卖方有人通知了对方 眼看那一道神念就要渗透进自己的进阵 蓝小布一咬牙 在对方神念渗透进他九级先阵的那一瞬间 他主动让自己的进阵破开 不过蓝小布主动让进阵破开 可不是对方那种细微的渗透 而是直接让自己的进阵被攻击后直接垮塌掉 借助对方的神念 这一点蓝小布还是可以轻松做到的 在这拍卖会上来的修士 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座位周围打赏进制 蓝小布进制破碎的动静这么大 立即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这一刻就算是在迟钝的修士 也可以清晰感受到一道神念从蓝小布的座位外收走 原本在九级先进下的蓝小布 此刻暴露在所有人的神念之下 一形成扎鱼的蓝小布此刻脸色苍白 浑身瑟瑟发抖 他的眼里充满了惊恐 就好像一个带宰的羔羊一般 拍卖大厅发出一阵阵虚声 这太过分了 规矩是拍卖会自己定下来的 现在有人强行哄开参拍者的座位禁制 显然是无视了拍卖会的规矩 因为那一道仓促之下收走的神念 现在连部分参加拍卖的人都知道是哪个包厢破坏了蓝小布的座位禁制 拍卖会能不知道 就算是拍卖会想要装糊涂 此时也装不下去 这神念破坏别人座位禁制的做法如此明显 还怎么装糊涂 如果拍卖会装糊涂 那这个拍卖会定下的一切规矩都将成为别人眼里的笑话 果然一名老者跨上了拍卖台 语气冰寒地说道 第107号包厢 你强行破坏第30078号的座位禁制是何意 莫非我神心格的规矩在阁下眼里就是摆设 蓝小布暗道 原来是107号包厢 107号包厢传来一个声音 抱歉抱歉 刚才我真不是有意要破坏第30078号包厢禁制的 我是有些好奇地扫了一下 没想到他包厢的禁制就直接破碎了 这件事我必须要向拍卖方道歉 是我鲁莽了 无意中地破坏了这位道友的座位禁制 虽然在道歉 不过从前到后都和蓝小布毫无关系 是在向拍卖方道歉 蓝小布却听到别人小声的议论 是奎和神庭的行酒龙 估计没事了 奎和神庭蓝小布也听说过 传闻是神界第一神庭 蓝小布的脸色依然是苍白的 主持拍卖会的老者看向蓝小布这边朗声问道 第三0078号 你有什么诉求 尽管告诉我们拍卖方 我们会给你公平公正的结果 不敢 不敢 我在近拍小切割神通 没有要得罪人的意思 蓝小布声音颤抖 很快就有人听出来了蓝小布的话 是不敢 不是不想要诉求 而且所有的人也都清楚了 为什么蓝小布的包厢会被撕开 原来是胆子太大 敢和包厢竞争小切割神通 讲的更多一些的修士开始忌惮拍卖会 因为蓝小布竞拍小切割神通 第107号包厢是如何知道的 您知道被蓝小布的话音了 拍卖会还以为蓝小布是太胆小 所以老老实实的都交代了出来 毕竟蓝小布才一个月神经修饰 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不惧怕 那反而不正常 奎和神停的行九龙来历显然非同一般 拍卖方明知道模糊处理会损害拍卖方的声誉 那老者依然是点点头说道 30078号道友 这小切割神通就以4万上品神经的价格卖给你 107号道友 你在结束拍卖后 立即赔偿拍卖方100万上品神经 并且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 否则的话 将永久剥夺进入神心格的资格 拍卖继续开始 蓝小布听到这个话心里冷笑 他可以肯定拍卖会结束后 拍卖方不会让行九龙出一个神经脚 这样说 只是假装得拍卖方找一点面子罢了 而且蓝小布估计在那个老头眼中 自己已是一个死人 所以才给他便宜一万神经 事实上不仅仅是拍卖方的这名老者 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蓝小布是一个死人 暴露了容貌 还竟拍到了小切割树 如果没有人起贪念 恐怕这就不是资源匮乏的神界了 呵呵 神心格好大的规矩 看来也就这样罢了 一个冷笑的声音传出 是谁 老者立即贺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 老者心里已经 竟然不敢再问 刚才这么大的声音 整个大厅任何人都可以听见 居然没有人知道是谁发出来的声音 可见这人有多强 蓝月儿知道这个时候 他要打破这个对拍卖方不利的场面 赶紧说道 恭喜30078号到 有以4万上品神经的价格 购得小切割树 蓝月儿为了快点结束这个有损拍卖会名誉的事件 甚至连报词都没有报 就结束了小切割神通的近拍 蓝小布大喜 他隐约感觉到行九龙会继续出价 现在蓝月儿结束了 那行九龙就算是来头再大 只要不是脑残 就不会再和拍卖方对着干 这家伙想要自己的小切割神通话 肯定会在拍卖结束后抢劫他的 听到蓝月儿直接将小切割树给了蓝小布 行九龙脸色阴沉难看 他虽然用神念想要扫一下蓝小布是谁 却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小切割神通 就算是长到十万上品神经 他也不会放弃 现在好了 人家只要四万上品神经就拿走了 其中自己还出了一把力气 清九龙握紧拳头 无论如何 这小切割神通都不能被30078号这个蓝月带走 一名女子在两名强者的陪同下 拿着小切割神通来到蓝小布面前 蓝小布立即拿出一个储物袋 储物袋里面是四万上品神经 东西当场交易后 蓝小布再次打上了一个极为普通的九级仙境 蓝小布没有立即将小切割神通送入宇宙为魔 他怀疑这个小切割神通上有神念印记 此刻正在敬开一件上品神器 蓝小布不感兴趣 宇宙为魔已开始构建这件小切割神通的维魔结构 正如蓝小布预料的 这个用甲壳刻画的神通上有神念印记 神念印记做得极为隐蔽 哪怕是宇宙为魔构建出来了 蓝小布想要将其剥离开 也需要花一两天时间 要没有宇宙为魔 他自己根本就无法找到 好在这个拍卖会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蓝小布借助阵纹开始慢慢的剥离甲壳上的神念印记 足足花费了一天一夜 蓝小布这才彻底将这印记剥离下来 然后将印记放在一块碎石上 再将碎石放在他的座位之下 一天一夜时间 拍出去的物品非常多 尽管也有蓝小布想要的东西 但蓝小布一次都没有出手 他在等着涅槃圣果 如果他的神经不够那他就再用别的东西凑一下 九转度九花他是不敢再卖了 不过他还有地上神通可以卖 随便拿出来几个凑数 接下来出现了丹顶 晋级神君的丹药 某某秘境的名额等等 这些东西虽然都很抢手 不过价格都没有超过五万上品神经 在第三天中午的时候 蓝小布终于等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东西 蓝月儿举起一个愈合 声音都变大了许多 各位道友 很多人来参加这次拍卖会 恐怕都是为了这样宝物而来 没错 这就是涅槃圣果 涅槃圣果这几个字一说出来 尽管拍卖大厅中依然是寂静无声 可蓝小布偏偏就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紧张和激动 这一刻似乎每个人都在等着蓝月儿接下来的话 蓝月儿提高了声音 涅槃圣果有多难得 我不说很多人都了解一二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不了解 现在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涅槃圣果的来历 涅槃圣果是抽取借玉气韵和有实质的七情六玉培育出来的 不但可以涅槃一切生命 甚至可以涅槃最顶级的浩瀚大道 蓝小布暗道 戒玉气韵它是有些了解的 可有实质的七情六玉又是什么东西 第548章自己就有的倒果 传闻有了实质的七情六玉会凝念成眼魔 眼魔允后 蕴含的这些情绪会化为涅槃朝 而涅槃圣果就是涅槃朝中出来的宝物 每一个戒玉 最多只能有一枚涅槃圣果出现 大家可以想象这果子有多珍贵 听蓝月儿说到这里 蓝小布忽然感觉自己似乎也有这样一枚涅槃果啊 当初他驱除吴雨仙界眼魔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蛋巢 那蛋巢打碎后 里面有一株果树 果树上就结了一枚半青半红的果子 莫非那就是涅槃圣果 蓝月儿举起手中的玉和继续说道 这枚涅槃圣果来得非常不容易 但还是有些遗憾 因为这枚涅槃圣果也没有完全成熟 只是成熟了一半 此刻蓝月儿已经打开了玉和 所有人的神念都落在玉和之中 玉和中一枚只有四分之一是红色 四分之一是青色 还有一半是白色的果子躺在其中 白色在正中间 红青分别在果子的两边 蓝小布内心狂跳起来 他也有这样的一枚果子 而且他的那枚果子已经一般是青色的 一半是红色的 不对啊 如果说红色的部分才是成熟的 那蓝月儿手中的涅槃圣果应该只是成熟了四分之一才是 而不是成熟了一半 他手中的涅槃圣果才是成熟了一半 蓝月儿和尚玉和说道 因为只是成熟了一半 所以才被主人忍痛歌爱的拿出来出售 真正成熟的涅槃圣果是没有白色的 一半红色一半青色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种传闻 对修炼最有好处的是道果 而涅槃圣果就是一种道果 还是最顶级的道果 这种道果蕴含着一切可能存在的大道 生死人肉白骨 那只是最简单的用途而已 蓝小布心里大喜 他一直以为自己得到的纳莓果子只是成熟了一半 没想到纳莓果子居然是完全成熟的涅槃圣果 看样子这枚涅槃圣果的主人 也就是那些眼磨的缔造者不会轻易放过他了 不过他就算是再来一次 他一样会将眼磨杀光灭绝 这些眼磨都要颠覆整个无语仙界 他不杀留着作种啊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 不放过他 他还不打算放过那个释放了一堆眼磨的家伙呢 这枚涅槃圣果因为只是成熟了一半 所以报价非常低 只有一百万上品神经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上品神经 这也是我们的压轴静开宝物之一 现在大家开始竞价 蓝小布道吸一口冷气 这还是没有成熟的涅槃圣果 如果是他身上这枚成熟的涅槃圣果 那要卖出多少神经 之前他带着五十万上品神经 就想要来购买涅槃圣果 现在想来真有些异想天开啊 神界虽然资源匮乏 不过这是对大多数底层修饰而言 对那些在位者 资源还真不是个事情 蓝小布眼睁睁的看着报价屏上的价格直线攀升 从一百万上升到两百万 再上升到三百万 更离谱的是 蓝小布竟然发现报价屏上出现了神灵脉 一百五十万上品神经 再加一条下品神灵脉 千灵脉蓝小布宇宙为魔里面一堆堆的 犹如山脉 但神灵脉 他还真没有见过 神界资源匮乏 神经都没有几块 哪里有什么神灵脉 这个价格一出来 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 就算你是上位者 如果没有底蕴的话 你只能拥有大量的神经 想要获得神灵脉 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神灵脉有完整的天地规则 哪怕是下品神灵脉 修炼起来也比一堆上品神经要好得多 神灵脉一出来 价格就定格住了 别人也知道 就算是在网上加神经 恐怕也无法比这一条神灵脉更值钱 最后这梅涅槃道果被人以一百五十万上品神经 一条下品神灵脉拿走 蓝月儿也非常满意这个拍出来的价格 恭喜这位朋友 获得了道果面盘胜果 接下来我们要拍出的是 本次拍卖会的第二件压轴宝物 也是最后一件压轴宝物 后天灵宝一线前玉顶 这件宝物我就不多介绍了 我相信任何一件后天灵宝 都是每个修饰梦寐以求的东西 这件一线前玉顶 蓝月儿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顿住 随即他歉意的说道 真是很抱歉 这件宝物暂时出了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出现在拍卖会场 所以今天的拍卖就到此结束 虽然很多人心里都是非常的不爽 可也没有办法奈何神心格 而且拍卖会都有一个规矩 压轴物品是可以选择不拍的 一线前玉顶无论是出了什么问题 人家拍卖会暂时不拿出来 你也不能说什么 拍卖大厅的门已经打开 大厅中座位的禁止都开始去除 众多休是一次离开拍卖会场 蓝小布将小切割神通上的印记玻璃丢在座位下方 他本来是打算一形成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东西 悄然离开座位 可问题出在拍卖会提前结束 最后一件物品没有拿出来参拍 此刻数道神念都落在他的座位外面 不仅如此 还有一道神念直接锁定了那神念印记 蓝小布无奈之下只能带起有印记的储物袋走进人群之中 拍卖会再大人再多可一旦被人用神念锁住 以蓝小布的修为实力想要不知不觉的逃走还真有些困难 当蓝小布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出选择了否则的话等离开人群想要逃走更难 所以在跨出门口的那一瞬间蓝小布将储物带往旁边修饰手中一赛 同时施展顿树纵地金光 化为一道盲线消失不见 跟踪在蓝小布身上的神念一时间没想到蓝小布如此冒险 神念被拉下 毕竟不是下的印记 神念落下后 想要再跟上就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而此刻蓝小布已突兀出现在几条街道外的人群之中 同时他的容貌再也不是扎鱼 而是换成了一个寻常的御神修饰 几乎是蓝小布顿走的同时 行九龙就出现在了门口 并且从门口那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修饰手中抓走了储物带 储物带里面有他的神念印记 就是没有小切割术 行九龙脸色气得铁青 这一刻他肯定蓝小布之前的瑟瑟发抖模样是假装的 而且蓝小布的修为也可能是假装的 这种速度的顿走 绝对不是御神镜修饰可以做到的 至少是一个天神镜的修饰 不对 蓝小布的修为是真的 的确是只有御神镜 顿走速度快 是因为这门神通太了不起了 纵地金光啊 行九龙站在人群中激动的都要发抖 蓝小布他跟丢了 但他却不是愤怒 而是激动 他看见了什么 天刚三十六神通中的纵地金光 可这一道神通还不足以让蓝小布失踪 既然他失去了跟踪的目标 那就说明对方绝对有变化神通 易容哪里有如此迅速 拍卖会上一门残破的武行盾数 就卖出了将近四十万上品神经 纵地金光和比残破的武行大盾要强多了吧 更何况 还有他梦寐以求的变化神通 不对 除了这些外 那个小蝼蚁能剥离他的神念印记 更是不简单 绝对不能让这个小小的玉神蝼蚁逃了 只要抓到这个玉神蝼蚁 他行九龙从此将走向巅峰 当行九龙准备想办法堵住蓝小布时后 他的一颗心呼的冷了下来 他为什么激动 因为以他的地位 在绝大多数神城 都可以做到马上封锁神城进出口 可是在玉恒神道城他能做到吗 请九龙握紧拳头 他发现自己做不到 不要说他做不到 就算是他奎和神庭的道军彻地来 也别想做到 玉恒神道城是归恒神庭的道城 道军异地书网 消可是谁都不鸟的强人 敢封锁他的道城 呵呵除非你不想活了 请九龙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实在是有些不甘心 机缘就在他面前 他却失去了 如果早知道那个30078号有这么多好东西 他当时就应该直接带着30078号走的 神兴阁最多剥离他以后前往神兴阁的资格 绝对不会杀了他 如果他得到那个蝼蚁身上的东西 得罪了神兴阁算什么 何况事后神兴阁肯定会将这件事接过 不会继续和他较劲 要不要联手神兴阁一起做这件事 清九龙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这件事必须联手神兴阁一起做 好东西一个人独吞当然是最好 但以他的能力 怕是无法独吞 神兴阁会在售票的时候 记下每个修士的气息 只要找到对方的气息 哪怕对方在意 也无法逃出自己的手心 讲到这里 清九龙匆匆转身往回走 他必须要尽快联系神兴阁 回到住处的蓝小布松了口气 虽然今天做的事情有些危险 总算是有大收获 他不但知道了自己拥有一枚 没到过涅槃圣果 还得到了小切割神通 只要宇宙为魔够给力 将来他就有机会获得大切割神通 回来后蓝小布就让宇宙为魔 构建小切割神通的维魔结构 正如蓝小布想象的一般 小切割神通的构建速度非常缓慢 这没有关系 他有的是时间 第五百四十九章心会无处安放 蓝小布猜到那个行九龙肯定不会放过他 所以到了住处后 他立即就打上进制 不到考核开始他是不打算出关了 进入宇宙为魔后 他发现温可树呆呆的悬浮在一棵仙灵草上 既没有想办法修炼 也没有在宇宙为魔之中闲逛 脚步大哥 看见蓝小布进来 温可树立即就飘了过来 可树师妹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面是不是感觉很孤单 蓝小布笑了笑问道 温可树肯定比他年龄大 不过等会重塑肉身后 温可树也算是重生了 他叫师妹没问题 没有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留多久 小布大哥 我还是蓝小布不等温可树将话说完 就把白手指住了温可树 不要想着去轮回 我绝对有一线希望活着就不要去想着轮回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温可树茫然说道 那你之前呢 蓝小布知道要让温可树恢复得更好 就必须要让他明白他自己生存下去的意义 温可树的声音低落下来 以前我和娘相依为命 可我娘终究舍不得我父亲 虽然我父亲抛弃了我和我娘 我娘还是离开了我去寻找我父亲 后来我一直想要找到我娘 也许这是我活下去的意义吧 眼下我连肉身都没有了 整天在这里面浑浑噩噩的 我觉得 觉得 蓝小布暗叹 这是一个有一点主见却又有些软弱的女子 可树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或者是为身边人活着 活着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论你是凡人还是仙人或者是神人 当你是凡人的时候 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爱那些爱你和你爱的人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需要你帮助的事情 就如之前我救了你一般 如果我不救你 你现在还在灭云天银中沉沦 勇士都被压抑着 当有一天 你有了一个目标后 你会努力的向着这个目标奋斗 这都是生存下去的意义 若你连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都不明白 那就算是我救了你一次 救了你两次 也无法永远去救你 蓝小布说道 温可书转向蓝小布 小布大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 顿了一下 他又说道 小布大哥 你活着有自己的目标吗 蓝小布笑了笑 当然有啊 曾经我的目标只是保住家乡不被毁灭 可以安稳地活着 你成功了吗 温可书问道 蓝小布沉默了一会才回答道 我以为我成功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太天真 如果我只活一百年 也许我已经成功了 可是我踏上了另外一条路 我才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有多艰难 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功 但只要还有希望 我就会继续下去 小布大哥 你有过喜欢的人吗 是不是喜欢一个人 就一定要天涯海角地去寻找他 温可书虽然没有眼睛 可他说话的时候 蓝小布感觉他正在看着自己 蓝小布点点头 我有一个道理 他在先见 等我行为高一些的时候 我回去将他带来的 他就是我喜欢的人 那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 温可书似乎愈发有了兴趣 蓝小布再次沉默下来 他知道温可书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 因为温可书最重要的人是他的娘 而他娘为了喜欢的人 抛弃他远走虚空了 这一刻 蓝小布才知道他有多对不起洛彩斯 洛彩斯和温可书娘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留下一个女儿 比起温可书的娘 洛彩斯以一个几乎是凡人的身躯横跨虚空来找他 说句实在话 能活下来已是天大的奇迹 他在阻止神界亮节的时候 就不应该让洛彩斯留在仙界 如果亮节之中陨落 那两个人就陨落在一起罢了 洛彩斯绝对不会因为怕死而留在仙界 只要他坚持 洛彩斯肯定会留在他身边 别人是没有条件这样做 他却是有条件的 因为他有宇宙为魔 好在无语仙界很安全 洛彩斯不会有危险 无论如何 等他修为强一些的时候 他一定要到无语仙界接回洛彩斯 是的 如果真是互相喜欢的人在一起 很开心 蓝小布说完这句话后 心里愈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一定要回一趟仙界 小布大哥 谢谢你回答我这些话 之前我还有些埋怨我娘 现在我不怨他了 就如我娘说的 失去了我爹 他的心是无处安放的 所以 我娘是对的 他应该去寻找我爹 温可叔南南说道 蓝小布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聊下去 而是问道 可叔你原来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坤领神月爵 是我爹传授给我娘 我娘又传授给我的 温可叔答道 那你恨你爹吗 蓝小布再问道 蓝小布茫然起来 好一会才说道 我不知道 蓝小布继续说道 可叔师妹 我想让你改修我的功法 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可以救下我 你的功法肯定了不起 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修炼 我 温可叔的声音低落下来 蓝小布说道 我的功法只是寻常的长生诀 可没有你爹功法的那么响亮 你现在还愿意学步 我愿意 温可叔毫不犹豫地说道 从始至终 他只接触过昆领神月爵 如果有别的功法啊 他也许早就不修炼昆领神月爵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恨他爹 可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些疙瘩 蓝小布取出念盘圣果说道 这是完全成熟的一枚念盘圣果 你现在用这枚道果凝炼肉身 记住 等会凝炼肉身的时候就修炼我教给你的功法 啊 温可叔愣在原地 也许他正看着蓝小布手中的念盘圣果 他可是比谁都清楚 失去肉身的神人 原神想要恢复肉身是多么艰难 而他连原神都不是 仅仅是一个原魂罢了 之前他之所以不愿意继续活下去 也许是他非常清楚 活下去永远都是一个原魂而已 既然如此 何必继续活下去 可蓝小布拿出一枚念盘圣果放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是彻底呆置住了 蓝小布将念盘圣果放在早已布置好的聚灵神阵之上 然后说道 您神听我的长生觉修炼方法 我会通过神念印到你的原魂之中 温可叔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平静下来的 蓝小布已经离开了 他悬浮在念盘圣果上面 整个原魂都在颤抖着 他的意念间冲测着长生觉的修炼方式 可他却完全没有赶紧去恢复肉身的想法 尽管他不知道念盘圣果是什么 可道果这两个字就让他很清楚 这念盘圣果的价值根本就无法估量 就算不是道果 能恢复神人原魂肉身的宝物 道君也不一定能弄到 而他和蓝小布之前素不相识 蓝小布救了他 让他无需继续沉沦在面原天盈中受尽折磨 这让他感激不尽了 现在蓝小布还送来了念盘圣果 温可叔无法让自己的原魂安静下来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他有这样好 连他娘在将他带大后 也离开了他去寻找父亲 后来他见到了莫念燕大哥 念燕大哥对他很好 可那仅仅是对他好而已 绝不可能拿出念盘圣果这种东西给他来恢复肉身的 更何况那个时候他也清楚自己的容貌和姿态如何 所以他相信小布大哥的话 莫大哥也许是真有别的想法 正因为戴飞饶知道了莫大哥的意思 这才对他下了手 今天他肉身尽毁 只剩下残破的原神 却收到了想都不敢想的礼物 这让他完全无法自己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温可叔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喃喃自语 从今天开始 这一生钟小布大哥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玉衡神道成城主府 城主布万元正义脸凝重的听神城外执事即行至的汇报 作为道军书网销最得力的手下之一 顾万元可不是等贤之辈 他的修为在世界神后期 就是道军见到他也要给几分面子 此刻即行至已经汇报完毕 顾万元没有说话 他皱眉沉思了两久 这才不敢相信的重复了一遍道 你是说神心阁的人暗地里把守了玉衡神道成的四个城门 并且每一个出城的玉神进修士都会受到他们人的神念检查 即行至面大部分说道 正是如此 这是趁着我归横神庭的道军不在道成 打我玉衡神道成的脸呢 我们玉衡神道成都不会用神念去扫每个玉神进修士的境况 区区一个神心阁竟然敢在玉衡神道成做这样的事情 简直不知死活 可调查出来了他们在寻找什么人 不挽圆脸上已看不出来半点情绪 只是平静地询问情况 即行至说道 现在还不确定 只知道那场拍卖会结束后 神心阁就开始了这样的动作 我估计是在找拍卖会上的一个玉神进修士 最有可能的是那个购买走30078号的玉神进修士 他购买走了小切割术 还有人说看见他施展过36神通中的纵地金光 第550章书网销回来了 纵地金光 不挽圆眼里终于有了变化 随即就说道 仅仅凭借纵地金光 恐怕还无法从神心阁逃出去 如果我会纵地金光 在拍卖会结束后随着人群走到门口 施展纵地金光到人多的街道所在 然后不万元没有说下去 他已经猜到蓝小布肯定有一行神通 那同样是天刚36神通之一 或者是地下神通中的假行神通 如果这里不是玉恒神道城 他还猜不到 但在玉恒神道城 纵地金光也无法一次就逃出城去 既知识 你立即安排人 监控住所有神心阁留在城门处的人 只要他们发现可疑人 就将神心阁的人和可疑人全部带到这里来 孟万元毫不犹豫地下令 既行之一愣 随即问道 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 将神心阁的人全部抓了吗 问完后他就知道自己真是白痴 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 不万元还没有回答 一个疲惫的声音就传来 为什么要抓神心阁的人 不万元和既行之看见门口出现的人时 立即都是上前躬身失礼 罗亭柱 出现在城主府的人正是归恒神庭第一 停住罗伊 罗伊回来了 那就说明归恒神庭的道君叔网宵也回来了 只是罗伊身上还有血迹未干 道运气息也略显混乱 说吧 刚才是为什么 罗伊语气淡然 却充测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味道 既行之赶紧将刚才自己的发现又说了一遍 不万元是城主 他也不敢说谎 而且他可以肯定 罗伊是因为发现了城门的问题 这才一回到玉恒神道城就来到城主府 否则的话罗伊应该是回去疗伤了 罗伊看着不万元 眼里有一种失望 他叹了口气说道 不成主 你的事情到军会做出处理 但我有一点要和你说清楚的是 如果想要通过别的手段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甚至要损害神庭的声誉和利益 那你已经不适合在城主的位置上了 既行之属下在 既行之赶紧应道 你现在就带人将所有监控玉恒神道城的人 无论他是神心阁的还是别的地方的 全部就地斩杀 并且将人头挂在城门口 说明具体原因 罗伊立生说道 是既行之说完后 迅速离去 他心道 这才是归恒神庭的处理方式才对 罗庭柱 不万元脸色有些苍白 他的确是对纵地金光和异形神通起了心思 可也没有想到罗伊会突然回来 还会出现在城主府 罗伊失望地说道 你是没有想到我突然回来吧 事实上 以你的地位 就算是想要天刚神通中的一两种 大可向道君提出来 道君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可你不应该为了一己之力不顾神庭 说完这些话 罗伊转身就走 不万元脸色一阵青红 随即眼里一狠 心里已是下了一个决定 他就不相信 自己一个神道城的城主也无法获得一个罗伊的两种神通 你罗伊不是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那我去寻找神心阁总可以吧 既然要去寻找神心阁 那就先做一些准备 神心阁总部就在御恒神道城 尽管神心阁和归恒神庭毫无关系 甚至和道君输亡也无来往 但神心阁在御恒神道城还是非常响亮的 归恒神庭的道君从未因为神心阁在这里赚了很多神经 而有任何特殊对待 可是今天神心阁总部议事大殿中 阁主穆启萨脸色苍白无比 他嘴里喃喃说道 怎么敢 他们怎么敢 穆启萨刚刚收到消息 他派去暗地里检查御恒神道城出城 御神修士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 这也就罢了 抓起来后他最多花一些精力去将人救回来 现在他却听到那些被抓起来的人全部被斩杀 不仅如此 还将头颅挂在御恒神道城的城门口 并且明确说出了这些人的来历是神心阁的 神心阁的人想要打探来御恒神道城的遇到修士 所以被斩杀 阁主 我想我们的做法恐怕触及到归恒神庭的底线了 如果是别的时候还好点 现在正是归恒神庭考核期间 一时大殿中一名世界神长老担忧地说道 这话一说出来 立即就有一名长老站出来反驳 我神心阁在御恒神道城多少年了 对御恒神道城的贡献有多大 连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御恒神道城如此嚣张 竟然将我神心阁的人一个不留的全部斩杀 这时根本就没有将我神心阁放在眼里 我神心阁是这么好惹的吗 阁主 我觉得应该立即将这件事告诉彻底 然后联手奎和神庭 木齐萨嘴唇有些哆嗦 别人不知道异地书网销 可他太清楚了 这是一个清高孤傲 而且狠到眉边的人 联手彻底隐形对付我归恒神庭吗 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跟着一名身材修长的男子 缓步走了进来 一时垫的禁止对他来说 就好像不存在一般 在这身材修长男子背后 还有五六个人也出现在了这个一时大殿 异地 木齐萨浑身冰凉 尽管他在归恒神庭的御恒神道城中地位很高 甚至还是神星阁的阁主 事实上他见过异地书网销的次数也是寥寥无几 至于和异地说话 那更是一次都没有 之前他以为自己作为神星阁的阁主 不仅仅在御恒神道城 就算是在整个神界几大神庭之中都一定的地位了 按照他的地位 想要见到异地书网销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他发出了囚件帖 结果他的囚件帖原封不动的被人送回来 据送回来囚件帖的人说 以他木齐萨的地位 这囚件帖连送到异地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木齐萨心里很是不愉快 他的能量谁不知道 如果他没有能量 这次拍卖会能拿出涅槃圣果和一线前御顶拍卖 拍卖会能吸引别的神庭道军前来 封锁我归恒神庭道城 御恒神道城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异地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很是温和平淡 木齐萨赶紧说道 回异地 我不是要封锁神道城 我只是让几个人寻找一个朋友 没有干扰任何御恒神道城进出的事情 书网销点点头 很好 杀了吧 全部 木齐萨心里一冷 他知道不好 正想冲了出去时 就感觉到一股可怕的气势碾压住了他 下一刻一道白刃从他的眉心落下 扑 一道雪光从木齐萨眉心炸裂 木齐萨的身体裂开为两半 一时还未气绝的木齐萨立生叫道 书网销 你会后悔的 书网销会不会后悔他不知道 因为这一刻神心格意式大殿 所有的人都在被追杀之中 短短数十个呼吸时间 整个神心格意式大殿 已经没有一个神心格的人存在 异地 已经解决了 一名略胖的男子走到书网销身边 低声说道 异地点点 忽然看着门口说道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进来 脸色苍白的不万元走进神心格的意式大殿 公身说道 不万元见过异地 你是来问木齐萨要那个小小玉神修饰气息留存的吧 朱网销背对着不万元 语气听不出来任何情绪波动 不万元张张嘴 他想要辩驳一番 可在异地面前 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 因为异地说的对 他就是来要那个小修饰的气息留存水晶球 要到那个玉神进蝼蚁的气息留存后 他会将那玉神进蝼蚁带走 能得到天网三十六遍神通中的两大神通 其中甚至有一行神通 那他这个城主要不要做有什么关系 朱网销叹了口气 身形忽然淡若下来 看见朱网销离开 不万元松了口气 逃过这一劫 他决定立即离开玉恒神道城 异地虽然强 他实在不想继续在这种人手下效力了 只是他这口气还没有彻底松出口 就感觉到一道可怕的杀意从侧方涌来 不万元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 他刚刚避开侧边的杀意 迎面就是一道红色的刃盲 罗停住 不万元心里闪过一丝绝望 这里至少有四个人不比他差 而罗伊更是要强于他 他怎么逃 扑 绝光撒开 不万元从虚空跌落下来 他不甘心地看着罗伊说道 我在归横神庭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罗伊淡淡说道 你付出了很多吗 你来归横神庭的时候是什么修为 你能到今天的修为和地位 都是谁给你的 而且 我之前去你那里一趟 是给你机会 可惜你自己放弃了 不万元一愣 随即就想起自己来到归横神庭的时候 似乎只有天神境 就和所有在外流浪的散修一般 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修炼资源 赤一地看中了他的资质 给了他修炼资源 将他培养到了世界神后期 而危险的事情没有交给他多少 直接让他成了玉横神道成的城主 以他的地位和修为 就算是到任何神庭 别的道君都给他几分面子 可那真是他自己挣来的吗 今天他才发现 这些东西和他的关系真的不大 之后 谢谢观看